当我们在谈碳中和的时候 有哪些方向值得深入讨论 首先我觉得两个组的同学呢 都做了非常好的总结 就是从不管是你们从内部还是外部 包括上一次周恩文给的大量输入 大家都做了关于碳中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 那在这个里边呢 我前面讲到就是碳中和 是国家整体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工程 我自己是这么去解读这个东西的 因为它的时间跨度啊 从现在开始 现在才2022年要到2060年 那我们之前提到这个3060的这个目标 2030年碳达峰 然后2060年碳中和 所以就是俊阳前面讲的一句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我自己有同样的感触啊 就是这个可能是影响我们整个职业生涯的这么一件事情 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很可能我们的下一代也是 他的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也是在这件事情中度过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谈论这么大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尤其是在计算讲台 是这么样一个场合啊 我们是不能太随意的 那我对所有组员的一个期待啊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聊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你其实还对吧 你说你想聊一下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来聊了 我们很认真的来聊 那所以到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要去想想我们到底来聊什么 那你们做了很好的总结 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那这个可能也不是我对几位组员的一个期待啊 那我觉得可能到最后我们要拿出一个东西的 拿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因为今天关于探中和的信息非常的丰富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这个终局会是什么 这个目标已经放在这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第一我们要去探讨各种策略的可行性 因为从国家层面来说 从政策层面 然后从国际形式 以及包括我们所有的企业的方法 各个行业会有很多的策略 所以这些策略有的已经出现端倪 有的还在酝酿的过程中 那我觉得大家要干的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先去把策略的可行性做一个讨论 然后最后由此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由此我觉得对所有人可能会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 最终得出一个对于所有企业和所有个人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指导 或者是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建议 那这个行动和指导上的建议呢 是我们推理出来的 我们怎么推理出来的呢 我们是由于有了这个目标在这 然后我们去通过各种信息 我们分析出来 它有可能会采取的一些策略 有些策略现在已经看到了 有些策略现在还没有看到 但它可能会出现 这个可能会出现 就是大家要通过逻辑推理出来的 推理出来之后 最后才回到就是企业和人上面 他们应该干点什么 去抓到这个新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判断清楚 这个新的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企业和个人怎么去结合到一起呢 这个就回到这个系统工程这个本身啊 因为在系统工程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利益相关方 那所有对于企业和个人要参与到 探中和这件事情里面 我认为他们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利益相关方 所以要关心 就是要看清楚他们到底关心 什么样自身的切身利益 企业关心什么 企业关心自己的业务发展 关心他的这个生存问题 个人关心自己的生活 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自己个人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 然后自己的个人发展会不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探中和这个事情 如果到最后我们给出来的行动指导和行动建议 和企业与个人的这个 他们切身关心的自身的利益 能够结合到一起 可能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所以到最后呢 我觉得我们其实 其实如果真的要把这个事情 讨论的更清楚一点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性的去做一些断言 就是面向未来 我们去做一些趋势上的判断 而且形成一些断言 比如说形成十个结论 未来会怎么怎么样 然后企业就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或者是说个人从现在开始 就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在未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可能的结果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逻辑支撑的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案例 或者两个案例 或者看到某某企业做了什么事情 那些东西也重要 是用来说服其他人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依据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逻辑组织得更加全面一些 最终产出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今天对于现有的新闻跟理论做了一个总结 而是我们基于现有的这些看到的东西 然后最后推理出来 对于企业和个人可能会有帮助的一些建议 甚至是形成一些断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再更加的深入一步 然后你们可能也不会就是 就是有这样的提不出问题的感觉 我给大家一个反馈吧 着急 voodoo 追 找使用 后面 例